我的朋友我主耶稣 看我罪灭乎我游 我们决定能将难处 往主面前去祈求 多少遗憾与伤势 多少痛苦不许守 不非我们为将万事 到主面前去祈求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想我们来到神家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能够在这里 与那位最爱我们的神相会 我在各地讲道的时候 很喜欢问弟兄姊妹 我说神家最大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就急着回答我说是爱 的确是 我觉得那是神家的三大特点之一 但是神家最大的特点是神的同在 我们能够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 教会的聚会能够跟天下千百万个不同的聚会 不同的地方是因为神在我们中间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 像最近中国要开十八大 你要靠近那个地方都不行的 没有关系 那不过是地上的领袖 但是我们却是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 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的同在里面 我们随时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所有神的儿女们 我们都看重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让这件事情 在我们中间越来越真实 今天早上跪在这里祷告的时候 你们突然一个感动 我就想到至圣所里面 其实只有一个对象跟听众 谁 你们自己说的 只有神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不是只是跟众人唱诗而已 我们是有对象的 我们是对神唱的 我们不是来到戏谷基督徒聚会唱歌 我们是进到至圣之境 在至圣所里面向神唱诗 弟兄姊妹 如果神的儿女们都被神开了眼睛 用信心语所听见的道 调和的话 就算我们没有被提到天上 天也在地上开始的 这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的 我们一起来珍惜它的 所以当我们更多真实的敬拜 上的宝座去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的聚会 真的是值得 值得 值得来 这就是师父真说的 连爬都要爬回教会来 因为不是因为你不来 有人生气 你不来太可惜了 我们跟众生都一同来到神的面前 感谢主啊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虽然看起来经文不容易读 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太重要了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告诉我们 我们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讲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跟神发生关系 我们怎么样子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跟这位神中间没有间隔 耶稣基督在地上 有太多太多不同的称呼 祂是耶稣 祂是以玛雷利 祂是救主 祂是主 但是有一天耶稣问他的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这一辈子 讲的最好听的一句话 就是这一次 他难得不被主责备的 但是这一处被主夸奖得不得了 他说什么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弟兄姊妹 我们不光要认识 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也要认识 祂是基督 什么叫做基督 基督就是这 受高者 在旧约里面 只有先知 君王和祭司 可以被受高的 先知 先知 君王和祭司 他们受高 说到神把托付给他们 神有这么神圣的使命 托给他 弟兄姊妹 耶稣是集着三个职份 于一生的那一位 今天我们要来讲 祂是祭司 弟兄姊妹 跟我们发生绝对的关系 今天对我们 已经隔了两千年的基督徒来说 我们讲耶稣是基督 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 我们讲耶稣是大祭司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根本不会想有什么问题 但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当初 写希伯来书的时候 在那个背景底下 讲耶稣是大祭司 那是引起很大争议的 那是一个革命性的一种思想 一种全新的思想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我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部分讲 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 第二个我们讲 他大祭司的职份 他的教育 那我们第二部分 主要是我今天要讲的 但是因为当我们读 希伯来书的时候 你发现作者花了 相当大的篇幅 来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耶稣是基督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也很简单地带过去 讲耶稣是大祭司 我们从三个角度 简单带过去 但是我的重点是要放在后面 讲到祂的职份 每一个职份都跟我们发生绝对的关系 他的每一个职份都跟基督徒这一生 到底在主面前会成为怎样的基督徒发生关系 我们跟祂的关系会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生命会到什么程度 都跟这件事情发生关系 所以你们年轻人比我们都有福气 因为你们从十几岁就开始听这个道 你回头看看旁边的叔叔阿姨 很多人三四十岁才听到这个道 他们比你们多浪费了二十年三十年 但是感谢主还有机会 第一个我们讲的他是大祭司 希伯来书第五章告诉我们 在当时的大祭司 他至少至少有几个重要的 就是就在身份上的条件 第一个他不能够自己 说要当就当的 他不能够自己立自己做祭司 他是神招出来的 所以换句话说 第一个条件就是 他必须是 是神立他的 所以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挑关键的经文 我们看第五章第四节 他说这大祭司的尊荣 没有人自取 唯要蒙神所招 像亚伦一样 如此基督也不是 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今上又有一处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解决了 亚伦是神招的 而且大祭司的职份 是神许可立位之派 亚伦家的后代 做大祭司 是神招的 除此以外 没有人可以当大祭司 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你要当大祭司 他们要花很多功夫 赢名正身 知道你是亚伦家的后代 而且我们从以西结书说 不光是亚伦家的后代 而且是撒都的子孙 没有关系 三百点 你回家看 以西结书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基督也不是自取的 是神招他的 第二件事情 他说旧约这些 做祭司的 你要能够 体谅百姓们的软弱 因为他自己 也是被软弱所困 所以你看我们 看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 他说凡人从人间 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 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 和赎罪祭 他能体谅 那愚蒙的 和失谜的人 因为他自己 也是被软弱所困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见 当大祭司 他自己本身是软弱 当他被别人献祭的时候 他也能够非常体谅 这些罪人们的心情心态 那你说我们基督 能不能体谅我们 好 我们今天 今天背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中文 英文 广东话 什么话都可以 我们同时来读 我们既有一位 已经升高天 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辞定 所承认的道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所谓 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我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不光这样 到了第五章 第八节那里 也说到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 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所以不仅仅 他完全了解我们 他能够施恩帮助我们 而且他成了我们 永远得救的根源 他能够把我们 从一切的软弱 失败里面救出来的 所以第二个条件 也解决了 第三个重要的条件 对整个以色列 从西兰山以来 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 所有当祭司的 必须是立位支派 必须是亚伦家的后代 那你现在发现说 耶稣基督做祭司 这是讲不过去的 你对当时的 以色列犹太人来说 就好像 男人女人是同一个人 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祭司必须是立位支派 而耶稣是犹大支派 而圣经上讲到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是君王支派出来的 所以在历史上 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人 你不可能又是君王 你又是祭司的 你在历史上发现 君王可以是先知 谁是这个人 大卫就是嘛 大卫是王 使徒行传又说 大卫是先知 那可以又是先知 又是祭司的 先知跟祭司 像谁 以希节 你去读以希节第一章 他是祭司 他又是先知 施子约翰也是 所以你发现 这三个角色 在历史上 基本上只有 任何人可以兼具两个 但是没有人 又是君王 又是祭司的 只有大卫 虽然是君王 但是他又献祭 那是神特别许他 但是圣经上 没有称他是祭司 所以当撒加利亚 在那里预言将来 弥赛亚要出现 基督要出现的时候 他预言这一位来的时候 他是用大卫来预言 讲究要在君王和祭司之间 筹定和平 换句话说 那一位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又是君王 又是祭司 我再花三分钟就好了 这一段稍微懒一点 但是对有心追求的人 很重要 所以你要知道 希伯来作者 写到这里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发现他引用的两节 很关键 很重要的经文 一个是在诗篇第二篇 第七节 他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要知道 这句话的之前 第六节是讲到 神在这里 立我的君在西安山 讲到弥赛亚是君王 被立在西安山做君王 在他复活得胜的时候 神说我立你为王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那你是讲到 他的王权 然后接下来 他又引用了诗篇 110篇第四节 他说你是照着 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所以希伯来作者 把这两个连在一起 讲到他是君王 他又是祭司 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只是知道 他是君王 又是祭司 但是还没有解决 他不是立位自派的问题 所以他五次地讲到 他是按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我今天会讲到第七章完 追上了你们礼拜五的读经 所以你们未来这个礼拜 是我在前面的 前面几个礼拜 我在后面追你们 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 在历史上 整个旧约圣经 麦基喜德只出现过两次 创世纪十四章 当亚伯拉罕打败猪王回来的时候 麦基喜德来迎接他 亚伯拉罕把这个所得的 限十分之一给麦基喜德 麦基喜德为他祝福 希伯来书第七章告诉我们 只有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 这是博不倒的礼 所以麦基喜德比亚伯拉罕要高很多 所以亚伯拉罕向他献 麦基喜德为亚伯拉罕祝福 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我们 当亚伯拉罕在这里献祭的时候 在这里献十分之一的时候 那时候亚伦摩西立位之派 根本都连影子都还没有 那是至少四百六十年以后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我讲错了 因为保罗是讲四百三十年以后 为什么变成四百六十年 有讲究的 自己去读经 读不出来再来找我 因为亚伯拉罕 遇见麦基喜德 大概是八十岁左右 那他过了二十年生以下 那过了十几年 他献以下 所以神跟亚伯拉罕 启示的时候 是创世纪二十二章 唯一记载到神跟亚伯拉罕启示 神五次对亚伯拉罕 讲亚伯拉罕之约 但是只有一次是启示的 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 所以我现在讲过来 就是那时候亚伯家 根本都还没生 所以当亚伯拉罕在这里 献给麦基喜德的时候 他说立位在他的腰中 这是中国人所谓的肾 腰子 换句话说 根本还没生出来 但是亚伯拉罕就带着 整个立位支派 随时带着以色列十二支派 一起向了麦基喜德 献的十分之一 大家能够明白这件事吗 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讲到 麦基喜德的等次 远远超过亚伯的等次 而且那时候律法 根本还没颁布 所以当你讲到 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 做祭司的时候 换句话说 就不受亚伯 立位纪的律法的规定 所束缚了 你们说话都还听得懂吗 真的吗 有没有人听不懂 我暂停一下 没有人举手 我会后抽考 小心我在走道上碰到你 就问你 所以弟兄姊妹 麦基喜德的等次 远远超过亚伯的等次 麦基喜德的等次 不受律法的约束 他不需要在立位置派底下 所以我们现在读 七章十六节 十六节 其实我们从十三节读起好了 因为这话所指的人 本属于别的支派 就是犹大支派 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 事后祭坛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 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 倘若照麦基喜德的样式 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 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他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 乃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看见了没有 所以我在这里必须先 先结束了 主耶稣是大祭司身份的问题 第一 他不是自取的 是神利的 第二个 他能够体恤 所有人的软弱 因为这是大祭司 很重要的责分 他是为人办理属神的事情 他一方面为着人 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为人献祭 所以他必须要能够体会 那些犯罪私迷的人 他才可能真正进入 人的需要和感觉 向神祷告 另外一方面 他为神来到人的中间 他能够把神的律律 典章 把神的话语 神的带领 告诉百姓 所以大祭司的胸牌 里面有物灵和土民 是用来明白神旨意用的 所以他需要常常示例 在神的面前 为着百姓祷告 同样也在这里 明白神的心意 到底是什么 那主耶稣完全能够 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在神面前 为我们祷告 而且同样的 他能够把神的心意 能够带给我们 那第三个 他是照着麦基西德的等次 所以不需要在亚伦等次里面 所以中间呢 从五章十一节 到六章二十节 是插入的话 希伯来作者 讲到麦基西德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很矛盾 他很想一口气 就把麦基西德 所有的东西写出来 但是他一想 这些写信的对象 都是在主论面前 不太好好长进的人 心里面有点着急 他说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应该做师父的 这些话你们都听不进去了 但是我发现 你们今天都听得进去 所以我跳过去了 其实是我没有时间 所以五章十一节 到六章二十节 我先不讲 我们正好前天 星期五 大家正好读过了 他一方面 劝我们一定要好好长进 因为他在这里 劝我们要去效法 那些凭着信心 和忍耐承受允许的人 所以他把亚伯拉罕 搬出来 接着亚伯拉罕 在把我们引回到麦基西德 好 这一段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 主耶稣是大祭司的 这个职份 那他的这个职份 是当时地上 所有的大祭司 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是在旧约里面没有的 只有我们新约里面有的 我们感谢神 第一件事情在这里 讲到他是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没有一个痛苦软弱 他不能了解我们 虽然亚伦之派 人做大祭司 他也有软弱 但是他只能够 体谅那些 跟他有一样软弱的人 他不能体谅那些 跟他身上没有软弱的人 所以我们很多的感觉痛苦 是他不能明白的 像我当大祭司的话 如果你生病开刀 我很能体谅你 我知道你很清楚 可是如果你是被电视电脑 捆绑的人 那我就不太能体谅你 你要来跟我说 主啊 我又被电视捆绑了 我会说 你为什么这么没出息 电视捆绑丢到盒里去就好了吗 我在中国的乡下听到 他们教会大复兴的时候 盒里面都是电视 大家都丢到盒里面去 为什么人家能丢你不能丢呢 你就知道我不能体谅你 然后你看居然会找理由说我不能丢 就算不丢盒 他还是舍不得丢 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 他凡事受过事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就在我们的苦跟软弱 他完全了解 而且他决定知道如何帮助我们 所以因为在第二章 我们已经也读过了 他不就把天使 只就把亚伯拉罕的后代 他为了要救我们 他就说凡事 他都与他的弟兄相同 他自己既然因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一切受试探的 所以他的确是圣洁伟大 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 为着我们受过所有的试探 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 他受的试探是多大 因为仇敌 说老实话 不太怕我们 仇敌怕怕 只要基督失败 犯一个错 或是一个地方不顺服 所有的救赎 全部不能成就 仇敌是几乎 请全力地要来破坏基督的 他凡事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能够体调我们所有的软弱 这叫做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所以他告诉我们 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 他了解 他真是了解 所以千万不要上仇敌的当 不敢到主面前来 越软弱 越失败 越需要到他的面前来 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了 万物在造我们的主面前 和跟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 都是赤肉敞开的 你隐藏也不需要的 他全部都知道 既然他都知道了 为什么不坦然无惧地去见他 不光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 他无从生命的大人要来帮助 他不光赦免我们的罪 他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 友们 这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他是坐在 赐恩的宝座上面 赐恩的宝座 一方面说到充满了恩典 充满了怜悯 而宝座说到充满了恩典 能力和权柄 所以一方面我们说到 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一方面我们说到 他是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为什么基督的升天 对我们很重要 基督在地上的每一个关键的时刻 Campbell Morgan写了一本书 叫做 The Crisis of Jesus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生平中间 主要的关键点 讲到他的诞生 他地上的生活 讲到他的时假 讲到他的复活 讲到他的升天 讲到他将来再来 每一关都很重要 我确定我准备读这本书 当他讲到基督升天的时候 他说到一件事情 他之所以升天 因为在地上 所有的救恩 已经做得这么完全 他不需要留了 做得这么完全 没有一件事情 他需要留在地上 他可以回去了 不用说 不光是这样 其实 基督的升天 他升天上告诉我们 他升上高天 掳掠中仇敌 你知道仇敌有大鬼 中鬼 小鬼吗 陆海 空 山军都有 仇敌 在陆上的是小鬼 所有的鬼里面 最小的鬼 就是在地上的 所以你看 一定把我们吓得要死 中鬼在海里面 白色大宝座的时候 死亡和阴间 要交出其中的死人 海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 大鬼在空中 所以宝多在 以弗所说第六章说 我们是以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 但是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 他拥掠中仇敌 讲到仇敌在他面前 是彻底彻底的失败 不光他从死里面复活 借着死败坏 掌死权的魔鬼 他身上高天的时候 他为我们掳掠了众仇敌 他一定回到父宝座的右边 等候他的仇敌 做他的脚凳 你看他把脚踩在仇敌的身上 这叫做完全得胜 所以他的升天 说到他的得胜 而且他的升天 说到他完全被父神所愿 他成功了 因为他如果有罪的话 他没有办法从阴间出来 就算他完全没有罪 他有任何地方失败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被父神接回去 他被接回到天上 他带着人性回到父神宝座的面前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 那他是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这个祭司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所有的天使都敬拜他 天欢迎他 登上神宝座 与神同坐宝座 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 我们有这样子一位 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他们面前 弟兄姊妹呀 这个实在是念不起来 这么尊荣的大祭司 怎能不害怕呢 所以一面讲到他是尊荣的大祭司 升天的 一面有讲他是慈悲忠信 完全能体谅我们的 能力 权柄 荣耀 跟温柔 慈爱 怜悯 结合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大祭司 哈利路亚 这是我们的大祭司 我跟你讲 如果神睁开我们眼睛 你就救约所有的百姓 都要羡慕我们的 历史上什么时候出过 这样子的大祭司 这是我们的福分 在这里接下来讲到 第七章告诉我们 他说耶稣做大祭司 并不是不起事力的 二十节 那些祭司 原不是起事力的 只有耶稣是起事力的 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 主起的事 绝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 所以当在这里 要强调他是起事力的 为什么 所有旧约的祭司 没有一个祭司 是起事力的 只有耶稣基督 是起事力的 前天我们读到 第六章的时候 讲到为了神 为了兼顾亚巴拉罕的信心 他说 借着两件 永远不更改的事情 让我们知道 神就不会说谎 让我们可以指定信心 哪两件事啊 一个是应许 一个是为了兼顾我们 神起事 神不需要起事的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人比他更大 可以指着起事的 他为了要兼顾亚巴拉罕的信心 他就指着自己起事 所以神为了兼顾我们的信心 他在这里起事说 耶稣基督是永远为祭司 我们永远有这个保障 在旧约里面 这个祭司是会死掉的 而且祭司的任期 最多二十年 三十岁到五十岁 而且有时候需要轮班的 你们有没有去看过医生 这个在中国看医生 比在美国更难 因为病人太多了 如果哪一天你病了 需要被人家宰 对不起 需要被人家开刀 你会找哪一个 你会找那种刚毕业的呢 还是找那种已经二三十年经验的呢 你会找谁 你当然找有经验的 找那种口评 大家都说他最好的 第一把刀 要被窄 也挑个最好的刀来窄 然后那个医生说 对不起 我现在不接受新的病人 因为我的病人太多了 你着不着急 我在上海 我们就碰到有弟兄们 他们就是为了要 平信心信靠神 他们不拉关系 不走后门 不拜托人 他们就是 什么医生看 他们就是交给神 但是并不是人都是这样子 总会打听这个医生 什么时候看病 能不能看我 假如全世界 全中国第一把 或是全世界第一把的医生 告诉你说 你放心 轻松你放心 这一辈子只要你病 我一定当你的医生 他一点都不快乐 因为他不敢交给我 因为我不是医生 但是如果那个医生 这样子告诉你的话 你会多放心 你的心 你唯一的担心 就是怕他活得比你短 因为他的任期不能长久 所以在旧院里面 所有的祭司任期都不能长久 都要更换 因为有死相隔 只有这个祭司是永远长存 所以圣经上强调 他是启示力的 特别强调 他是永远的祭司 所以我们再来看 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二十四到二十五 其实我们都读一节 没关系 二十三节 那些成为祭司的 树木本来多 是因为有始组阁 不能长久 看到没有 底下就说到 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职任 就长久不更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所以第一个讲到 他是永远长存 而且长久不更换 你不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恩典吗 太宝贝了 而且他不是只是长久 他有这个任期 永远有这个任期 圣经上讲到他永远的时候 讲到他那么忠心 那么用心 那么满了爱的 来敬他祭司的职份 他说他长远活着 替我们祈求 阿爸们 真是要感谢神 所以忘了是默然得利 还是谁说 我们祷告是 里面的基督 祷告天上的基督 这位天上高天 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 所以菲利比书第十章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一无寡虑 只要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把你们所要的告诉主 告诉神 难道他不知道吗 他都知道的 但是他喜欢我们借着祷告 来遇见这位替我们祷告的主 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 而且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 他都能拯救到底 注意到这里的关键 关键是什么 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 所以不来百不来 真的不来百不来 你只要知道你在天上 有这么伟大一个大祭司 他尊荣 祷告带着全病 万有都交给他了 神把那超过外面至上的名 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 因他的名 都要屈欺 都要称他为主的名 赐给了他 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 叫我们这些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 他都能够拯救到底 所以我们看见在历史上 有很多属灵的伟人 背后都有人为他们祷告 尤其是他们的母亲 你看圣奥古斯丁 圣奥古斯丁 他原来是那么荒唐堕落的人 背后有人祷告 圣奥古斯丁 因为连带德森年轻的时候 都说他母亲一直祷告 祷告到最后他得救了 弟兄姊妹 那我们其实有一位这样子尊重的大祭司 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 弟兄姊妹这是恩典 我们直观坦然无惧地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 得连续蒙恩会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他喜欢我们这样子 在祷告中来经历他 我在祷告会做了一个小见证 后来御师母说 你为什么不跟弟兄姊妹做见证 这是我们在中国 最后的一段的聚会 是一些同工们聚在一起 人数没有那么多几十位 我们为了整个未来的服事的方向 祷告寻求 结果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突然开始复谢 半夜四点钟起来 而且是很严重的 在我人生中 很少这么厉害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不管吃什么东西 都谢肚子 连吃饼干 苏打饼干也一样谢肚子 到最后连我喝水 都谢肚子 所以在三十个小时里面 我谢了二十五次 有好几次是半夜 坐在里面 超过一个小时 因为一直谢 我在主面前祷告 我说主啊 这些聚会都不能去参加 因为我最后三个聚会 都被打岔了 因为去又跑回来 就到了最后一天 最后一堂聚会 他们一大早就出去 成根了在户外 旁边没有厕所的 最近的厕所 大概至少要五六百公尺 大概五百公尺 还要爬三坡 那是我跑不回来的 所以我是好不去的 我就在房间里面 他们聚了一个钟头以后 我就很想去 我就祷告主 我说主 你一定要让我去 这是最后一堂 聚完了以后 我们要坐巴士 要五个小时 回到附近一个大城市 然后第二天 坐飞机回美国 我在想我怎么上巴士 巴士上又没有厕所 然后我怎么上飞机 飞机门口常常排的 一大堆人要上厕所 然后我怎么上飞机 飞机门口常常排的 一大堆人要上厕所 所以就说 真的很难 所以我就跟主说 主我一定要去 你一自我 然后我就凭信心穿衣服 才穿好衣服 又冲到厕所 他卸一场 就跟我前面一模一样 他说我里面就不甘心 我就跟主祷告 所以你们有平安 我就凭信心出去了 所以我跟他们坐在一起 他们正在祷告 没看到我来 一张眼看到我来 很稀奇的 聚会二十多分钟 快到半小时 大概早上十点钟左右 就突然在我里面说 病好了 我好高兴 所以我后来就跟于师母说 我说我好了 她简直不敢相信 真的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至少大概二十个小时 没有上厕所 而且不太好 我跟她说 我不愿意在讲台上坐 就是因为 有些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我二十个小时以后 正常如厕 你们不要想了 她就到此为止 就对她这么感谢主 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致 因为三十个小时内 就是不停 我也没有吃任何的药 那个时候 就是这样子好了 因为我之前吃 所有的药都没有用 美国代缺的 中国代缺的 还放熏炒 在我肚子上 烧个老半天 我一样发烧 一样美好 因为她是长远活着的 如果她祷告 担言 是她有原因的 她担言到 我就觉得 不可能一致了 三十个小时 里面泄了二十五次 但是她说停就停 然后我们可以经历她 听说她太伟大 最后一个点 我必须要讲 她耽误你们五分钟 这里说到她圣洁 她无邪恶 二十六节 或是 然后她 无玷污 远离罪人 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始与我们合宜的 她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天必须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百姓的罪献祭 因为她只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 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 但在律法以后 启示的话 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换句话说 这是讲到她 她质任的完全 前面不光讲到 她的质任的超越 不光讲到 她的质任是永远的 这里讲到 她的质任是这么完全 它是 一次就够了 因为她的血完全 她的救恩完全 每一件事她做的 都是完全 用了完全的意思 就是达到了 她该有的境界 所以当她说 成了的时候 电里的麦子 就裂开来了 所以我们昨天讲到 坐先锋的耶稣 已经进到了麦内了 The Forerunner 旧约的大祭司 一年这样子 只有一天可以进去 进去以后就要赶快出来 然后从来不可能 带人进去的 他为什么要讲先锋 Forerunner 表示有Follower 不光他进去 他把我们都带进去了 哎呀 弟兄姊妹 这样子的大祭司 是对我们需要的 是我们合宜的 不光只有他 能够体谅我们 只有他能救我们 而且他的救 是完全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没有任何意思说 我们可以随便犯罪 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说 太完全了 一次就解决了 我们所有的罪了 我们的确犯罪 要到主的面前认罪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 你将来去见神的时候 神不正追究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 这么完全没有罪 圣洁 无点污的 一次把自己献上 就把这件事成全了 我们前两天就接到一封信 从网路上寄来的 我们常常接到各式各样的信 从网路来 有不同的困难 不同的问题 因为这个不过是三天前来的 是非常典型的一封信 我们不翻译了 请春秋帮我们念一下 大家注意听中间的一段 我今天想到过去很多次犯罪得罪神 觉得好害怕 想了好多好多严重的后果 好害怕 我最近一直在滴烧 原因不明 今天感觉一下就消沉下去了 想着会不会被神撇弃 一点力气都没有 为什么悔改心中人不平安 事情最坏的一面 都进到我脑袋里去 不是祈求就得着 后门就给我开门吗 我还要怎样才能感受到 神与我同在 才能不惧怕 犯罪就会有许多犯罪的后果 神若允许有罪的后果临到我 无论哪一件 我都无法承受 所以我想到这些 就骨头发热 全乱了 请帮帮我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神额女的增长 我们得救了 我们蒙恩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还被软弱所困 很多的时候我们还被罪恶挟制 我们很多时候为了过去曾经犯过的罪和失败 那个阴影所追逐 我们为了很多的懊悔 痛苦 在那里我们出不来 被很多的害怕 恐惧 定罪 所捆绑 老约翰 老约翰告诉我们 爱里面没有惧怕 爱记完全就把所有的惧怕除去 这个爱不是平白随便来的 乃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向我们表明的 他的血已经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 所以在爱尔兰有一个老师问孩子们说 神有没有不能做的事情 一个小男孩举手说有 那个老师吓坏了 他说神怎么会有不能做的事情 他说因为神不能背护自己 他不能够透过耶稣的血 再看到我们的罪 神怎么试的 他的血太完全了 到今天仍然在父神的面前 为我们说出美言 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 我真是没有时间 继续好好讲这么重要的情绪 我们唱五百五十首 我们只唱第一节 我们中文一遍 英文一遍 随便你唱什么 我们就是第一节唱两遍 我们真的来到他的面前 用爱来唱 我们的朋友我祈求耶稣 但我全天不悠 我们全力能将安住 好中便先去祈求 好中便先去祈求 多少平安 我让我们全力炸 我们一切线的工作室 我们要求祈求 我们先去祈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节的第二行说 何等权力能将难处 带到主面前去祈求 英文是翻译 不光是难处 你可以把你的软弱 把你的害怕 把你的无助 把你的需要 everything都带到祂的面前 祂说有许多的痛苦 不需要受 很多的平安 白白地失去了 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祂 我们不肯来到祂面前祈求 我们最后再唱一次 中英文都可以 Sing the verse one more time 我们不肯来到祂面前祈求 我们不肯来到祂面前去祈求 我们不肯来到祂面前祈求 我们一起低头祈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可不可以有神圣的一分钟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 我们个人直接来到至圣所里面 来到赐恩的宝座前 来面对那位伟大的神 来面对那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让祂今天早上对我们说出安慰的话 让祂能对我们说 祂的罪赦免了 让祂来对我们说 祂平安了 让祂能够对我们说 我都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来遇见祂 我们有一分钟完全地安静 Halleluj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不仅仅在这里 跟你有神圣的相会 让我们在谁处都常常与你相会 我刚刚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与你有这么相会神圣的时刻 让每一个时刻都被我们用来珍惜与你相会 我们做先锋的耶稣 已经为我们进入了慢泪 你用你的血 也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让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里面 主要不让我们的毛抛在外院 把我们的毛都抛在至圣所里面 常常在你血的底下 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不仅仅在这里得连续蒙恩会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更是让我们在你施恩宝座前 与你这位施恩的主常相会 这位慈悲忠信的大吉士 这位长久活着为我们祈求的大吉士 这位能救我们能够拯救到底的大吉士 主 我们谢谢你 真是谢谢你 谢谢父神把你拆来 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为我们掳掠胜过的一切的仇敌 谢谢你今天在圣灵的里面 回到我们中间来 让你那无穷生命的大能 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不仅仅有份于这伟大的生命 让我们有份于这伟大的释放和得胜 我们谢谢你 为了我们在座所有软弱 痛苦 难处 所压的弟兄姊妹 特别向你祷告 让我们在施恩座前 全部卸下来 好 全部卸下来 哈利路亚 赞美你 特别把我们的年轻孩子们 交在你的手中 让他们跟你 有第一手真实的关系 知道他们所信的神 不管是亚伯拉罕的神 是他父母的神 也是他们自己的神 谢谢你 帮助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